做过最正确的事就是因为性骚扰而报警 我觉得这个是我做过特别正确的一件事 就是因为我觉得女生的很多心态 你一个是你觉得这事是个小事 就是你被这个骚扰了一下 你觉得是个小事 然后第二你觉得没有证据嘛 就是因为这种事 别人说你把性骚扰没有证据 然后当时就报警 然后警察说了一个话 我印象特别深刻就特别感激他 我说可是我没有证据 然后警察叔叔说 说证据是我们来找的 就是不需要你来找 所以我后来我身边就跟女生说 你遇到这种事 你就是报警 你就是你要信任这种权威力量 所以刚刚虽然我们说很多的那个 就是说女生自我防范 但是我觉得社会维度下 还是有挺多可以做的 而且我当然为什么报警 也是因为我有一个安全的小的环境 就我克服了耻辱感 我跟身边的人说 他们说你应该怎么怎么办 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制造一个安全的小的环境 就是你可以倾诉 包括你可以说我出去要喝酒了 我报告我的行踪是什么 不是你认为不是我得有个戒啊 就是你认为性骚扰是有明确的语言吗 他就有动作有语言 并且被制止了之后继续 对他有一个被制止 现在因为中国有很多就说不清的事 我还以为你听了 李老师的语言 不不不 看你就色明了 不不 你比如你比如是一个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 是陌生的人之间 比如最典型的就是地铁汽车上 是吧 这个确实有人骚扰你 就你女孩有人摸你一把干什么 但确实有人也不是就被人误解了 因为这个戒很难经过 所以马爷他说的这个特别对 方舟刚才说了一个很重要的知识 什么呢 就是你遇到你认为他已经构成了侵害 你先去报案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公安确实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 但是你比如说现在经常有碰瓷的 你怎么能知道这人是碰瓷的 警察怎么能知道 有时候你自己你刚开始碰到他 你并不知道你以为你真的碰了他了 但你要知道到警察那他有一个方法 假如你这个人在短时间内被多次报案 这就是上次我说的 什么叫性骚扰 惯犯 如果就是说这个老师带的学生当中 在不同的年级 都有女生指证他骚扰过我 那我即使拿不到你那个具体的行为 我们都不认识 我们又没有串过 对吧 你是假如七八的 他是九二的 我是八三的 我们不同的年级 但是我们都遇到过这事 当这事一爆出来 别人说我也遇到过 他说他遇到过 那警察就可以根据多项证人来指证 那碰瓷也是这样 如果你好几件事 大家来报案 说我被碰了他了 又碰了他 一看怎么老是这个人 身份证就是一个人 他马上就知道了 你有问题了 所以报案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有时候经常怕就怕什么 这事一看就干得不止一起 可是报案的就两起 你拿他没办法 所以一定就是 如果你觉得你被侵害了 即使就是刚才您说的 可能是个误解 但是他警察先做个登记 一看你也没有别的事 就这一次 他可能就知道了 可能是偶然的 但如果警察一登记过 这之前已经有两三次 都是你了 包括警察可以调监控 警察可以调动 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的 所以就是说报案的次数 对于警察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那是我们刚才前置是陌生的环境 陌生的人 现在是熟人 熟人也一样 就是比如老师 刚才我说的 就是老师对学生的亲爱 不不不 你去了这个熟人 这个戒 因为这个性骚扰 出来以后很多 我看到很多资料 有的说 你随便拍一个女孩肩膀 都是性骚扰 这不是 听得出来 马爷的朋友 是有一些担心 就是这样 这个是个很微妙的事 他刚才说了一个 我觉得那个是个很重要 就是我拒绝你了 你再来 他就会出问题 被制止 但是偶然的 因为中国文化中 我审视自己 我们必须审视自己 我到了岁数 你比如我年轻的时候 我都没这毛病 我现在觉得 我有时候有毛病 可能年龄大了 有时候喜欢拍人家肩膀 这都不算 我原来从来没这个毛病 我年轻的时候 绝对不会拍一个女孩肩膀 但我有时候 有个小女孩 我拍那个肩膀 我觉得我也挺舒服 她也挺舒服 突然变成性骚扰了 她就好麻烦 马爷的 我们作为女性 我不知道方舟 反正我年轻的时候 就遇到过 这个跟你握手 她不撒开 然后拿到手里巴 就开始揉 你的手就在她手里 她就搓你手 歇着 她揉你的手 我们有的女记者 就碰到过采访 这种情况 很明显 她不想放开你的手 然后就细致能分辨 对 所以我们是能分辨的 还有的人 他比如说 我有一次 在看节目 散场的时候 我刚站起身 没走 没走几步 后边就是照片 我便就拍了一下 当我回头的时候 我就看这人 插过去了 然后他就拍别人 于是我就跟我父亲讲 我说这流氓 就追的 追把那位追着 因为我刚才话没说完 就是拍一下肩膀的 就有人的目的 就是性骚扰 有人就是从这开始 我就心里这么想 我就是这么着 但问题是这个动作 你怎么能鉴别出来 这个男人是 从心里 实施性骚扰的 第一步 第一步拍了你肩膀了 他刚才说很重要 就他自己没有不适感 就女性没有不适感 如果你要有不适感 你马上就会用肢体语言 或者面部瞪你一眼 或者说一个 反正总是表示出来了 如果再继续来 那肯定是有问题 但我想因为我们社会 就是从社会文化角度上讲 我们过去 就男人跟女人之间的这个接触 如果有代沟 所谓代沟 就是我跟他 我是他长辈 长一辈 他就变得非常随便 我在出版社 刚一开始 这个这个上班的时候 我年轻嘛 那时候我出版社最年轻 我们那儿有一个人呢 就是比我大个几岁 他是个编辑 然后他就跟那个 新的女大学生说 观众们说 你不要以为 那个领导摸你头 是什么好事 那个领导 从来没摸过我的头 那是喜欢 然后呢 那领导 他摸那个小女孩的头 就那个小编 就那个大学生刚分配来 那领导都快退休了 摸那头 说 他从来都没摸过我的头 他一定不怀好意 然后这领导正好站在身后 太逗了 我一样特别深 就是后来我就觉得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二十几岁三十几岁 是绝对不可能摸一个女孩的头 但我到六十几岁的时候 我忽然会意识到 我会多一个动作 这是从年龄角度上讲 所以我现在特谨慎 这就是 不可能 马爷您是君子 您都想象不出来 那个真正那种骚扰 什么动作 我们都能知道 什么 那能有什么动作 就刚才我说的 这是一种 不就是揉手吗 还有揉腿的 直接坐你旁边 就手搭在你腿上了 就开始捏过捏过的 就就是有这样 像这种情况 我们都很反感了 那你看就很明显了 那为什么要忍受呢 我不忍啊 肯定当时就站起来 直接就扭头就走开 但有人会忍 有人肯定 对啊 那老板呢 你这站起来走 明天你就别在这待着了 那就走呗 那没办法 那待下去更危险啊 张盈盈 这个就前一阵 这不是美国那个伊利诺斯州吧 法院判了 陪审团首先裁定罪诚 她的辩护律师都认罪了 就是说她是好像是认 她杀了这个张盈盈 但是呢 就是不肯说这个 尸体藏在什么地方 但是咱不说这个吧 就是说担心女儿的 这个真的就是 你看就是租房子 当年张盈盈 就是租房子上了这个克里斯腾森嘛 上了这个杀人 杀手的这个车 上了车 然后就给你拉到他那儿去 然后就是伤害 那您说这种 其实我 怎么办 而且还是白天 其实我认为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我可能干这行的 所以我跟一些人打交道 他们都会说一个问题 就是说 感觉你的这个防范心特别强 那我想呢 就是我在生活当中 比如有时候我在饭店吃饭 我就看人家那个 随手把包放在那个位置 在我心里就想 这个包就很危险 然后呢 你有这警觉 对 有时候我在一个小区随便走 我就再看这个窗户 我大概用几分钟就可以进去 那么就是 因为我有这样的 就是我看过很多的案实案 所以我经常会有这种叫危机感 那么用这个感呢 再去衡量我身边的很多人 我发现他们没有 就是很多人完全没有 有一定点自我防范意识 你比如就说那个夜行 就是晚上出去 我们有时候就是迫不得已 只能晚上出去 对吧 比如说我飞机就后半夜到的 那怎么办 像那种情况 就是我们自己应该意识到 就在这种时候 如果你要遇到点事 你就没机会 所以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比如我完全没有预料到 是后半夜到 但是我现在就后半夜到了 那我就附近找一份 找一份店先住下 千万不要去走 尤其是进封闭的空间 你比如上车 因为那司机你是很难预料的 当然有些人就说了 你这个社会 你都什么什么事 让人家自我防范 不是这样 我跟你讲 警察也不可能登大眼 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 你不可能让警察 全方位的监控社会 所有角落 现在是这样 那有些那就在说了 你们把这个责任 你们应该搞好社会治安 是吧 而不是说 不让我穿着超短裙 凌晨三点 一个人打低 对吧 他们的意见 咱们予以尊重 但是就说这事 担心还是担心 这是实实在在的 你比如说 像您说的这个一个极端 那现在到另一个极端 我原来做节目的时候 我曾经当笑话讲过 说这个台湾有这个捡尸体的 你知道什么叫捡尸体吗 就是女生喝醉了之后 被男生可能就是施暴 就是趁着喝醉 然后就施暴 而且甚至还变成炫耀 在这朋友圈 我看一男的被就扛着 这女的都这样了 都扛着 就这样 你看我今天晚上捡了四个 就你这都是犯罪了 可是也都有这个情况 您说那我就挺奇怪的 就是说那这些女孩 就是说如果我要打算算计你 我先把你灌罪 然后我把你这个伤害 那这个就算犯罪 但是她在路上遇到了 然后这个女的完全不知 当然她这种情况也算侵害 关键是她这个女的完全 没有任何意思的表达 你这个事就很难办 就是说这个喝酒是一种 我跟你说你们女孩 不管到任何场合 喝的东西不要离手 开了盖的不要再喝 那你就遵循这个最严格的原则 问题是醒过来之后失去记忆 你都不知道 你醒了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方舟你可以总结 我挺不太理解的 可能我上岁数了 他们是他们就喝以前 不知道要这样 会可能会这样吗 我觉得可能一个是说 这个现在的可能 整个的社会风气 包括什么女生也会觉得 我也可以喝酒 我也可以穿的少 因为因为我觉得 现在大家都是在渲染一种 大家比如说男女都是平等的 然后这个女生 她越表现出活泼的一面 她就越玩得开 然后越受到称赞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我们对于女性的标准发生了变化 这些女孩觉得说 哎好像我们这样也没事 然后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觉得原来好多事情可能也发生 但是她没有爆出来 现在是包括监控啊 包括你说别人拍小视频啊 就是这种技术手段多了之后 你可能 可能原来是只有女孩说了这事才会爆出来 现在我觉得这事可能早就有了 只是现在技术手段多了 她被爆发的比较多 被爆出来的比较多 尤其现在那个路上的监控多了以后 犯罪现象少很多 而且现在基本上破案都是靠这个摄像嘛 你现在那种所谓你看到那种剪尸 都是通过路边的摄像拍下来的 有的是她自己 那因为我这个人挺焦虑啊 我有时候会为女孩有点被迫害妄想 我原来一直有一个观点 我说这个任何一个女性啊 都是勇者 太勇敢了 他们问我为什么 我说了他们就觉得我想的很可笑 我说你看啊 一个女孩 她跟一个男孩谈恋爱 两个人就可以去旅行 甚至两个人可以住在一起 对吧 我说但是她有没有想到 那是个体力远远超过她的一个男人 对吧 我说在这个意义上讲 如果说我们比如说反过来像我这种多疑性 我像您一样极其强烈不养情感 就是说如果我找这女的是一个随时一举手 就可以治我命的这么一人 我天天跟她住在一起 或者我跟她俩人就出去蜜月旅行 哪怕当时我们非常相爱 你知道吗 是不是我这人有点会阴呢 我都觉得有点 那是你的问题 万一就说人会变呢 旅途当时 就是说她会暴露出她另一面的 坑气一下就弄死我了 我特别赞同你说这个 你看我没说过 原来有一句话就是说 我只管你现在和未来 我不管你的过去 就是其中有一个电影演的这个男女的关系 我后来就讲 我说她这种女性真的是无知无畏 为什么呢 因为职业杀手可以今天晚上跟你睡觉 第二天早上走之前就把你干掉了 她绝对不能留下一个活口 所以有很多女的就是 看这个电影觉得很浪漫 我只管你的未来 不管你的过去 那你保不起 但是她碰上职业杀手的机会是很少的 但是你碰上一个这样的男人就很可怕 这是极端 但我觉得女的有一种就是弱者的武器 我觉得是特别不好的一种武器 就是她会把这些暴行自我合理化 你比如说她跟这男的可能喝醉发生关系 她第二天起来觉得非常恶心 非常后悔 非常难堪 但她就会自我合理化 她说那我 我可能还是喜欢她的或者是就是我们之间一定是有比这一次糟糕的信更长久的关系 然后就发展成更长期的更持久的糟糕的关系 并且被男生拿这个为把柄要挟 就被职业杀手杀掉 我觉得是极端的 但是我觉得女生的这种被施暴之后 她自我合理化这种关系 她觉得可能我是喜欢她的 并且把她变成长期关系 这种在我身边特别普遍 而且我觉得特别糟糕 所以你看我有数字为证 马爷您看看这个 就是联合国数据 2017年全球大约8.7万名女性被杀 你看啊超过一半的女性是被亲密伴侣或家庭成员杀害 60%多应该 就超过一半 也就是说杀你的不仅是职业杀手 就是跟你好的人 这玩意想起来不寒而栗 她这里被亲密伴侣所杀是因为她的矛盾是最容易集中 夫妻之间是最容易集中社会矛盾的 夫妻你现在不是每个人都是因为爱情结婚的 我不认为中国人每个人都是因为爱情结婚 大量的是因为社会条件结婚 你到上海那公园里去看 拿那条字的全是条件 那没有说 我说我这有一女儿嫁不出去了 你那有一个儿子娶不着媳妇 咱俩拿一条件 说条件是什么 爱情 爱情有这个吗 那肯定是房子 什么各种工资 全是这种事 大量的是条件 甚至是无奈 就是关于这个杀人案件 过去古代就有一句话叫 十件人命九件间 也就是说很多都和那个 就是男女之间 就是一些情有关 这就是他熟人之间发生案件 我最早 他这刚我看这数据合起来 还不到60 最早我看加拿大有一个数据 就66% 那么我们基本也在60%上下 也就是说 这个杀人案件当中 熟人比较多 当然他这个不一定都是性的关系 比如合伙做生意 因为我认识你 我想把你钱眯了 也是熟人杀人 所以熟人杀人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但是呢 在这个当中 就是其中就是男女之间 有性关系的 他更容易发生这个问题 所以最早的真正就是 家庭暴力要不要干预 最早真正涉及的不是一个家庭 就是男女的那个性伴侣 性伴侣 当时英国的一个女孩 他想摆脱这个男的 这男的死缠乱打 然后最后呢 就是也报警 他妈妈也干预 都没制止住 最后把这女的给杀了 所以呢 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 就是家庭当中这种暴力 为什么现在全世界都说零容忍 就是因为她是一而再再而三 而是得寸进去 但是有很多女性 她就觉得我一旦 已经跟你结婚了 尤其是有孩子了 很多女性还是顾及孩子的 她就觉得这个 如果要离的话 孩子怎么办 而且她有些 这种女性往往自己 还没有太多的经济实力 所以她只能靠这个男人 而这种男人呢 她就打惯了以后吧 她就老打 我去这个咱们的西北的 就是说错了 应该是西南 就是山区那些地方 贫困地方 他们的家庭暴力就特别严重 所以复连每次一见到我就说 哎呀 还说李老师怎么办 但是呢 这种女的真要被打死的 哎呦 像像印度就有一个粉红帮 因为印度他们那个家暴很严重嘛 然后所以印度的一些女的 他们就成立叫粉红帮 就是一人拿一个粉红色的棍子 就是照着这个男的就打 当然这是以暴制暴而不提倡 但是你确实看到没有办法 而且我觉得刚刚李老师说的挺重要 就是就是我觉得家暴的这种环境 尤其在可能中小城市或者乡村 他周围的环境都是 都是什么劝和不劝分 就说哎呀 你就忍忍吧 你就再凑合凑合过 他找不到一个支援 他离开的一个社会环境和社会资源 所以就一直这样下去 所以你知道马爷 就是有女权的还有男权的 我那天看见一个女性写的文章 就是说当然有些男的也是说 干嘛好像都是说男的对女的暴力 也有女的对男的暴力什么什么的 他就拿出这个数据了 他说但是实际上呢 女性现在就是他认为性别的面临的暴力 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问题 有一个网上流传一个视频挺感人的 就是说意大利找你看看吗 找四五个小男孩 然后呢找了一个比他们稍大一点的 非常漂亮的小女孩在他们面前 所以我说就说那个 你说他好看 好看吗 说他好看 然后就是说你可以摸他一下吗 有的男孩敢摸 有的男孩不敢摸 摸他一下 然后呢有的也是表现不同 最后到一个关键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你打他一个耳光 比如说就是这个视频感动了很多人 因为他揭示出一个什么问题啊 我们生活的圈子我确实没见到 但是我真的记得就在前两年 就是说有一种男的打女的啊 你不知道打的那个程度 最近出了个视频您看见了吗 大连发生的 对 那小子也给抓住了 我一开始以为是打的是他女友 或者是他老婆 你就那针照脑袋上踢啊 你那个大家都看见了吗 最后发现他跟那女的还是无关的 根本就是陌生人迎面就冲头 我亲眼在北京前两年 我在车上在那个那个那个西边 就在一个胡同 我当时觉得 这是因为那个车插一下就过去了 我当时真觉得不可思议 就有人呐 他就是揪着这个女的头发 往这个胡同的这个墙上啊 呜这么撞啊 然后的抓起这个女的自行车 然后啪就砸下去 我的天哪 我我我简直这种男人一般都有都有酗酒的问题 就是你怎么 那有人制止吗 没有啊 这种情况 因为 我是坐在车上 就我们看那个视频而言啊 那个视频后来我们看到很多后续报道 比如说那女孩的伤是不是很重 是吧 好像很轻的伤 那这个男的盼子就很轻 我们其实看从那视频角度上讲 大部分人认为这个恶劣 你比如家暴啊 家暴你把你老婆打伤了 你就直接进监狱了 那就好很多嘛 他惩戒不够 我老认为我们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惩戒特别轻 你找这问题复杂在哪吗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女的离不开男的 他要离开男的就好办了 所以是女的求着不要他惩罚 因为惩罚了家里就没人挣钱去了 所以家庭暴力 男就男在这个问题上 如果女的都独立 你看一般就是有独立的那种 有地位的女性 她遇到家庭暴力 她只要不喜欢那男 她马上真能离开 为什么 她能活这时候男的死缠烂打 但是有些就是我们看到很多 就是包括城里的 这些女的都是自己没有太强的经济能力的 对 那说的是亲人之间 你比如刚才说生人之间这段录像 对 您的大连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 我认为通过看视频 所有的老百姓都认为 这人拍20年都不为过 因为你打得太重 对 而且那个重视随时可能会丢掉命的 关键它是一种很任性的 对 就是完全是把个人的一种怒气撒在一个无端的人身上 我觉得这是非常可烈的 所以说我就特别不理解 您就可能是我幼稚 就是我就是不理解 我觉得是不是有毛病了 就因为我觉得男的啊 打女的 跟我想象的 他不能这么打呀 你说特别对 那又不是男的跟男的打 这玩意把猫脑袋上踹 他怎么能这么打呢 这个满爷 你说像咱们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 那都常听一句话 叫好男不跟女斗 对呀 大人不计小人过 也就是说 岁数大的是不会打小孩的 就是我不认识你 你淘气我也不会打你的 对多说点两句 这个男人不跟 这个好男不跟女斗 也就是说你真的是个男人 你不能以打女人来表现你的 那个本事 所以就是为什么有这个问题 就这种男人 第一我刚才讲了 他可能喝了酒 他完全不在正常状态下 然后他心里确实有怒气 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最最重要的 这种人 往往他的成长环境当中 他们家就有男人 打女人的问题 他是看着长大的 所以呢 他有时一有怒气 他也就马上会打 他就觉得女人就该打 你看我看有一个父亲教育孩子 他把那个娃娃压在腿底下 他爸爸说 你不要压娃娃 他会疼的 他会哭的 然后这孩子拿起来了 那他父亲就这么一句话 就给孩子一个观念 就是他会疼的 他会哭的 所以我以前就讲 这个很多心理上 他没有观念这个 没有这个防线 他对于人 他就觉得是个物件 这除了家庭原因 跟遗传有没有关系 遗传 我觉得在这个案件当中 很难说 因为我原来看过一个 这是脑科学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这个 杀害张颜颖的这些人 他确实是有点不正常 因为他后来还专门去 去参加这个张颜颖的 悼念的仪式嘛 就他还出现在这个现场 就他不是说 好像看到他的朋友 看到他的家人 他就会难过 他就更开心了 而且就是对 我补充一下 你刚才就说 当时他的一个情人 就是配合FBI 在身上装的窃听器 其实他现在不肯说出 这个遗体在哪 很主要的一个证据 就是有他的录音 就是跟这个女孩说 我怎么怎么杀的他 怎么怎么杀的他 怎么怎么杀的他 而且就是你刚才讲的 他还去参加这个葬礼 他会感觉 哎呀你看你们都在这 葬礼 就只有我知道发生 只有我知道 都是我造成的 你们在这 我就看那个脑科学的东西 他就调查了好多连环杀手 就说他们大脑里面的 有一种共情的东西是缺失的 就是他们没有办法看到 我们看到人难过 我们会难过 我们看到人被杀 我们看到人受伤 我们会难过 他们天生就不行 那所以说这一类人是最危险的 因为他们就永远是彬彬有礼 因为他们没有共情能力 他们是冷的 所以他们就最会伪装 他们在人群当中 永远是感觉是最善解人意的 最有礼貌的 最懂规矩的 但是其实是因为 他们毫无共情能力 你知道这共情是怎么回事吗 他实际上就是我以前讲的 跟人的养育有关的 你比如我们放大一个环境看 你就发现这个 凡是背在背上的 抱在怀中的 就变态特别少 就是跟早年 他人在成长过程当中 他没有感受到身体的那个可爱 他离开身体很远 所以他把对方的人 看得就是一个 就相当于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如果我就在怀中长大的 就天天你抱着我 你就是我快乐的来源 我对一个人那种感受 我是下不去手的 你比如这孩子 我天天抱在怀中 那我怎么能对另外一个孩子下手 我下不去啊 多可爱啊 所以你要喜欢狗的人 你要你去下手去杀狗 那肯定受不了 但是他要一开始就不喜欢 他可以下手 所以他的共情的问题 实际上是他的经历的问题 我认为他这个遗传 并不是特别主要的 但是有些犯罪 可能和他的一些 长相啊 或者跟他的生理一些条件 都会有关 挂相 那您跟我们讲讲什么相 反正我觉得这个色咪咪就挂相 贼也挂相 这个暴力犯也挂相 就是你比如简单说吧 就是很早就有人研究人类的这个体格类型 就是说他就讲筋骨型 还有兽型的 还有圆型的 这个兽型的 他就容易比较敏感 多疑 然后呢幻想 你这样呢 兽型 我还减肥呢 幻想 就是所以像美国有一个案子叫什么 变态捷克什么 对对 兽型 对他就是兽型的 然后还有一种是筋骨型的 这基本就是暴力性 筋骨型 筋骨型就是身体很壮的 一看就是属于那种 有胳膊有肉的那种 那这种 一般的他们要是性犯罪 基本全是暴力性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杀人比较多 就是打人暴躁的 然后像那种圆胖圆胖 浑身都是泄肉的 一般骗人比较多 伪造啊 我这个不够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你看他脸也是这样 如果这个人吧 就脸棱角特别清楚 有棱有角的 这基本都是力量性的 也就是说他要如果都是狠 或者就是暴力 然后这个脸圆圆的 他都是表面特随和 挺憨着看着 他就不是那种硬来的 然后要是那种尖嘴猴三的 就是兽型的 这人一看特瘦的 一般做贼多 为什么呢 贼吧 他不敢正面冲突 他正面冲突 他被揍他打不过 他只好偷偷的来 趁你不在意 而且瘦的人 他贴近你的时候 你余光不容易看到 所以所以兽型的人 体量小 对 我记得一百年前 有一个学者叫龙不罗嗦 他有一本书 叫犯罪人论 他是那个军医 然后呢 当时就是在监狱当中 给犯人治病 其中就是死刑犯的 他来验身 后来他就跟那个行刑官讲 这些人我能不能做那个 就是他特别想研究人体 那时候不让研究解剖吗 人是圣物吗 不能解剖吗 然后这些人 家人都不要了 你能不能给我 后来行刑官说 你私下做完研究 我们就给埋了 他就解剖了很多人 写了一本书 就叫犯罪人论 其中讲到犯罪人的 包括什么六尺 什么这个长的脸型 所以那天他们后来就说 说到监狱去看那些人 就是尤其搞监管的 基本就发现 到监狱里找不着特别帅的 特别端正的 很少 端正的一般都是经济犯 或者植物犯 然后他到欧洲 结果去监狱看 也这样 就外边觉得 欧洲人长得都挺帅的 咱们到监狱看都这么丑 就他们往往在遗传上 是有一些缺陷 这些缺陷子